量载 综综台球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规则 规则一 离开台面 白球禁止在台面以外的地方算犯规 对手获得自由球 白球原本离开台面 但因外界因素把球弹回台面 白球属于离开台面算犯规 白球离开台面然后又自然回到台面不算犯规 规则二 入带球 大力出奇迹时把球打进带 然后又放弹出来 算没进也不犯规换对手记打 规则三 自由球 以前规则自由球时摆放白球 需要与目标球有一颗球的距离 现在规则自由球时摆放白球 不需要与目标球有一颗球的距离 规则四 同时击中 如果白球在一瞬间几乎同时击中自己和对手的球 并难以判断先碰到哪颗的话 不算犯规 规则五 勾球 勾球的时候白球撞到目标球后 没有球在碰窟边属于犯规 正确的是白球撞到目标球后 需要有任意一颗球碰窟边 有球进则不需要有球在碰窟 规则六 双脚离地 打抬球的时候双脚不可以离地 不属于犯规 要有任意身体部位接触地面 则不算犯规 靓仔 抬球技巧哪里学 看我自己的教学 下课